臂湖香港的保護傘餐廳去年10月遭人 頗憤破壞 日前才因為疫情餐廳宣布停業改做網購 但是今天上午傳出火警 請問消防局現在的調查進度如何 是人為縱火嗎 但如果是政治因素的話 市長怎麼看 目前消防局長給我的報告是說 電線走火啦 不過是這樣 這種東西一樣 火場建制報告出來以後 消防局會再有標正式的報告 所以這個還是一樣 科學的問題就回歸科學 等那個火場建制報告出來 有消防局跟大家說明